大家好,我是西风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开始 做我们最终的一个终极目标 就是做一个简易的导航系统 从这节课开始呢,我们就会完成 可能花几节课的时间去完成这个导航系统 那这个导航系统呢,我们先要对它进行 做一个初步的设计 我们导航系统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主要的功能肯定是一个 首先要有定位 定位到你当前的位置 然后需要一个搜索 就是你要定位到哪个地方去搜索 通过这个搜索这个名字 得到你要定位的目标之地 然后需要一个按钮开启导航 最终要在地图上展示导航线图 对不对 这是一个相对简易的 比较简易的导航 所以大概的话 我们可能会花两到三段课的时间来讲的 好 那我们先开始今天第一堂课 就是做一个先把我们 主要导航要用到的一个 比如说搜索 搜索目的地 以及定位当前位置信息 或者是从目标地 目标目标的目的地和出发地 两个地方 做一个数据的一个输入 好我们先打开一个项目 新建一个项目 我们新建一个项目 语言还是选择sepeer的 我们放了桌面这个导航这个文价里面 我先view一下 整个项目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这里直接 嗯 还是不用不用 到底报的去拖空间 我们直接手中代码写空间吧 那这样比较 比较好一点啊 好 好我们先定义几个 几个textfile吧 嗯 起始 start 起始 起始点 输入哪个目的地 出发地吧 好 出发地和目的地 然后还要一个button对不对 开始的啊 就这个吧 我们对他这几个空间进行一个实力化 首先start 我们写个方法吧 init subwills 这个是什么意思 好,start 等于uitexfile 我们给它go ccirocnate 这个是需要 这样子还是要 获取我们屏幕的宽高是吧 啊 screen wise uite screen and main screen and bounce device 同样的 我要需要screen height 好 或者这个时候 如果start id start 我们这样吧 把它放到屏幕的中间 以 screen width 除以 减去 我们宽度要多许多少 以15吧 175的宽度吧 所以2.0 所以2.0 然后这个 导完了是20 嗯 就放到20 大概20的位置吧 顶上导完了吧 宽度175 高度的二手 这start 然后这 目的地呢 deluct 同样的 这个话 我们拷贝一下 嗯 我们这个值 他知道是25的话 我们这里是个50吧 大概差不多可以了 这是目的地 然后在 我们 啊 他们分别为他们设置一个 嗯 嗯 天 board style 看 有什么board style line吧 rock吧 圆 圆脚了吧 啊 我这个是一样 他不能再用 uibu 啊 uibu 这个sport style 点lite 这样 同样的 拷贝一下 这个倒是自己 UI的东西部分了 这样子 拿个为他们 写个pressholder 输入 输入 出发点 目的 出了目的地 出了目的地 好 把这个两个加进来 然后我们 这里 这样用这个方法 跑一下 哎 我们这是位置可能有偏移 我看一下 scrolling wise bounce scrolling bounce 解忆 这里 减号 除了 这个 这个算 这样子的 我还要到这里 来啊 这怎么还冒个 警告出来 scrolling wise 现在175出发点有问题吗 50 175 除以2.0 50 175 没错 没错啊 整形了整形还不能用flux 目的地 目的地 怎么两个都是50了 跌在一起了 好 这个是输入出发点 不是输入目的地 好 这两个 我把拿下来一点吧 或者说长度放长一点 感觉这个 换200吧 然后这个 我们把这个 form 改一下 可能这里太大了 好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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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是基于之前 那个 基于UI部分的一些知识点 是不是 好 这两个 我再下来一点 这UI把它调一下 一个出发地 一个目的地 然后我们在这右边放一个开始导航 这个就是我们的start button 它这个我们这样子放在 它 是200除二 我们这样子来 点free 点 alrange 点 x 加上 点free 点 x x 我给它加上一个20 10的样子 这个吧 因为它 30 60 60 嗯 40 40 左右 宽度有60 高度20 然后给它设置个title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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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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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出来了 好,然后我们这里要写一个代理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点之后,点库买之后要把这个缩下去 呃,哦,也可以不用 我们为这个button加个实践 start.navigation 带个禅数,ui.control crop.tr.events.touch upinside 好,我们去实现这个方法 真的 好,这个方法 这里一定要注意 呃,把这两个的 第一响音去掉 这个取代这个 我这边我跑去看一下 然后点起来,开始打行 好,我们把第一响音去掉 好,这个简单的ui 我们就,这个这个东西的话 可能和我们这个课程的主要目的 没有多大的联系啊 这个东西 可能智能课 主要更多的是ui方面的东西 智能课程 哦,所以我没有也没有去写注释 这个东西的话 我也没写注释 哦,对 然后我们下面加载 我们地图,把地图扔上去啊 同样的我们这样子 import 好,我们也同样写个方法在这里 好,我们也同样写个方法在这里 我们在这个 地图进行初始化 是 Ans envill 点bounce 设置一些属性 点zoneable 等于去 score 等于去 notation 等于去 delegate themselves 同样我们这里需要让它 大概的意思 这里设置一个显示的那个吧 精度吧 最后还是要设置一下 因为如果是用标准 标准的话 可能看出来不怎么样 标准的标准 标准地图 这样 马上放这上面来 这样这个方法这个参数没有了 我把它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基本的就是地图呀 也出来了 好 这样类似一个地图我们要开启导航的话 那我们只说在这里输入一个出发地 然后输入一个目的地 开启导航我们要做一些把线路图标出来对不对 并且在我们的出发地打上一个大楼针 在我们的目的地打这个大楼针对不对 这样的话拿出一个线路图 那行政图课先讲到这里 为了避免时间太长了